少杰 少杰她不肯跟你复婚 那倒也不是 那 那就好 那就好 好什么呀 妈 你说因为这次拆迁的事情 专门把少杰她爸她妈 从东北给请过来的 因为这件事情 少杰已经跟我很不开心了 你现在又不拆了 我不说少杰怎么看我 他爸他妈怎么看我呀 那 那 那怎么办呢 妈妈 爸爸回来了 吃饭了 好的 你先上去吧 妈妈马上上来 妈 你听我的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您什么都别说 让我来说 走啊 走啊 谢谢妈妈 老师 咱啥时候回去啊 别急 秦大夫 我问你 你今天下午去开的这个拆迁会 到底怎么说 爸 今天下午会上说 我们这片这次拆迁 有可能拆 也有可能不拆 这叫什么话 有可能拆 有可能不拆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 其实拆肯定还是会拆的 就是最近可能不一定拆了 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你 这不是瞎弄吗 这这这这 你说这一会儿拆 一会儿就不拆 那这不逗门玩呢吗这是 亲家 这八字没一撇的事情 你说你弄得可真的是的呀 还大老远地把我们弄过来 你这不耽误事吗这个 亲家 你们就当来上海玩一趟 转一圈好不好 玩一圈 我跟老少 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来上海玩 在这吃不好睡不好的 生意都没得做 妈 爸 生意你们不用担心 到时候我跟少杰 都不给你们 这少杰挣的也是辛苦钱 这也不能白糟蹋吧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亲家母 我问你 这个房子到底是拆 还是不拆 不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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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这个婚都离了 你让你们这老脸往哪搁呀 就是呀 这真是太过分了 亲家 离了婚还可以再复婚吗 朱棣 对 少杰 明天你们就把婚给付了 好不好 有你说的这么容易吗 这说离就离 说付就付 这像话吧 就是呀 这这 什么事不上这事 好了好了 我明天就回去 回去我给你买机票吧 火车时间太长了 不行 我还是坐火车 就得明天早晨呢 亲家 你们再多留几天 对呀 好不容易来一趟 到时候我跟少杰 好好带你们到处玩一玩 留下来转啥呀转 我和老少都是勤快人 都闲不下来的 你说这成天吃了睡睡了吃 我们不习惯 亲家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有什么意思呀 我啥意思都没有 行了 妈 吃饭吧 吃饭 不吃了 你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啊 听说有房子了 你热乎得不得了 听说没房子了 把错误和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事呀 行了 妈 你也别说了 本来也是咱们的责任呀 我告诉你啊 等他爸妈妈一走 你就赶紧地跟少杰复婚 听见没有 你听妈话别拖啊 我知道了 你千万别忘了 你和孩子都是近身出户的 万一少杰 他要是不跟你复婚 那就完了 行了 妈 之前催着我离婚 现在催着我复婚 你是要把我逼疯吗 你妈又不是为了你好啊 你 怎么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 什么什么打算 还没方便 你装什么傻呀 什么二胎呀 好 这个暂时 也没怎么想过呀 你可不能这么想 你还是呀 给朱迪好好商量商量 你们现在生孩子 又不是养不起 爸 你 你看啊 朱迪他 他 他 他在公司 好歹不大不小 是个经理吧 他手下那么多人 好多项目工作挺忙的 他现在要生二胎 势必对他这个事业 也是有影响的 这事怎么也得先找他商量一下 然后再说是吧 别着急 好了好了好了 你给他说让他别干了 一个女人家 这么有能耐干什么呀 再说了 她已经三十好几岁了 再不生了都要更年期了 想生也生不出来了 还有啊 还有啊 他如果不愿意和你生 你呀 索性到外边找一个人帮你生 因为你们俩 已经没有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了嘛 我说得对不对 行了 行了啊 越说越没谱啊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爸 要孙子有那么着急吗 那当然了 行行行行 好好好 我替你想办法好吧 你别一想天开了啊 这还差不多 好吧 行不行 好好好 你爸你妈什么时候走啊 订了后天的票 有可能我那天忙啊 我就送不了他们了 挺现实的 用得着呢 一可一个爸 一可一个妈 用不着了 连送都不送 我实际他们实际啊 是谁说的 我要是不跟你生儿子 就要让你找别人生 什么意思啊 这种话也说得出来 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我爸妈说得不对 我不会做 不像你啊 你妈说得不对 你照做 还变本加厉的 干什么呀 有的没完了 这点事还过不去了 对啊 这个佛说啊 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 你看啊 你处心积虑 把我爸妈弄过来 那你就得承担这个后果 挺公平的 你干什么去啊 见客户 都几点了 还见客户啊 我怎么不觉得 其实那么好笑 搞了半天 没有拆成啊 真是太好笑了 我跟你说 是真的叫跌宕起伏 你的人生圆满了 不是 有那么好笑啊 对啊 够我笑一年的了 行 行 行 别笑了 你坐下来 坐下来 乖 坐下来 我有个事跟你说啊 这样啊 你考虑一下 要不要给我生个孩子 你不觉得这个比商 更好笑啊 我说什么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喝醉了 喝醉了 胡言赖你 酒后失态 对不起 酒后失态了 你你你你你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啊 别别别当真别当真 有 怎么还反悔了呢 万一我要同意了呢 别别别 你不要同意啊 这个 我们俩关系挺好的现在 特别自然 特别融洽 别走俗套了 走俗套了 回头容易毁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俗套不俗套呢 得分跟谁 像这种拆迁假离婚的事 跟我身上 永远都不会发生 对啊 那你这儿都 肯定不会发生的嘛 但她身上 怎么就发生了呢 你说吧 夫妻那么多年了 什么苦什么累都瘦了 零了零了的这个 富裕了有钱了 日子好过了 反倒撑不住了 穷人嘛 都想着发财 可他们并不知道 穷的时候才是最幸福的 因为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是想问题 但是一旦富裕了 就要命令很多 钱解决不了的大问题 这个时候呢 没有一些人生智慧的话 可真的是要遭殃的 一分正经讲大道理的样子 特别好笑 讨议 图老师 我想死你了 傻孩子 周日晚上就可以看到佟老师了 好了 多多 吃点水果我们睡觉吧好不好 不好 佟老师这么晚了也要睡觉了 你跟佟老师说明天再聊好吗 佟老师说明天再聊好吗 佟老师你好烦呀 喂 凯文 你帮我问一下邵总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好吗 我主要是看看我用不给他留门 朱莉姐 邵总没和我在一起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他跟我说他去见一个客户了 我最近呢都在休假 要不您直接联系邵总吧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等一下 来 起来 来啦 先过来去 这个 这您拿着 这个干吗 我有钱 不是 取都取了您拿着吧 这 儿子孝顺 咱就拿着呗 好好好 还有啊 家里那个小买卫您就当玩呗 别太认真了 这个赚钱重要 身体也重要 您缺钱就跟我说 那不干干什么 在家等此呀 我们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管好你自己 这二胎的事要抓紧 对对对 抓紧啊 抓紧 抓紧 这个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也得抓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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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着紧啊 好好好 来 吃红烧肉 再来一块 行了 行了 吃好几块了 你不是平时最爱吃红烧肉的吗 那也不能玩命吃 这玩意吃多了 胆固唇狗 对了 爸妈到家了吗 给你打电话了吗 到了 你现在才想起来问 不会 他们还生我气呢吧 你说呢 少姐 你别这样好不好 好 你到底要是说句话呀 你到底要是说句话呀 我说话嘛 你让我别这样 你不说话呢 你又不高兴 你到底要是怎么样 我说句话呀 你肯定还是因为拆迁没成这事 生我气呢 对吧 你现在还觉着我生气 是因为没拿入房子 我跟你说 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小伙子在这儿 我们不说了好不好 吃饭 好吧 就是 吃饭 好吧 来 多多 多吃点啊 吃饭 好吧 妈妈 你能把那个项链送给我吗 是这个吗 对 你喜欢呀 不是我自己想的 是我想送给佟老师 佟老师 因为佟老师的生日要到了 所以我想送给他一个生日礼物 佟老师 佟老师 要送礼物给老师对吗 那这样子啊 爸爸有一个建议 你呢 应该自己动手比较好 就比方说你给老师写一张卡片 或者是画一幅画送给老师 这样比较有意义 你觉得呢 可是上次佟老师看我妈妈 脖子上的笑脸跟我说很好看的呀 多多 那也不能因为佟老师说 妈妈脖子上的项链好看 妈妈就要把自己的东西给佟老师呀 再说了 上次妈妈过生日 你也没说要给妈妈送礼物啊 那外婆过生日 我也没听说你要送给外婆礼物呀 对吗 你有那么多项链 可是却不跟别人分享 小气 多多 你们回来 行行行 算了 算了 孩子们 不是 什么就算了呀 你看看你女儿 最近对我有什么态度呀 怎么了 小孩嘛 那小孩有这么跟他妈妈说话的吗 我想安安静静吃顿饭好不好啊 我难得安安静静吃顿饭 怎么那么难呢 谁不让你安安静静吃饭了 我 我 我去管教他 行行行 你吃饭 我去管教他 好吧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现在这爷儿俩一块欺负我 你问我这药房子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他们邵家吗 我觉得这事儿吧 也是你做得不厚的 姐夫这心里有气 你就多担待这些呗 赵佳妮 你到底是谁的亲妹妹呀 我这是帮礼不帮亲 我已经好好反思忏悔过了 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 我没有什么好想的 我没有问题 再说了 就算少姐对我有意见 那小的凭什么也欺负我呀 真是上辈子欺负他们少爹啊 小的 谁呀 多多呀 怎么了 昨天晚上 我说睡觉之前给多多讲个故事 哄哄他 他非要闹着跟他们那个老师视频聊天 也不搭理我 我说句话呢 你也别不高兴啊 我说句话呢 你也别不高兴啊 我觉得这多多啊 自从上了寄宿幼儿园之后 好像跟家里人就越来越外气了 照理说吧 这孩子早些独立也是好事 但始终是个孩子 这太独立了 是不是也不好 那怎么办呀 把他接回来 不上寄宿学校了 我也说不好 你自己好好想想 快五点了 我得赶紧把萱萱送回我妈家去 我得先走了啊 萱萱 我们该走了啊 我得赶紧把我帮你 宝贝 妈妈已经抱了很久了 咱们下来自己走一会儿好吗 不行 我走不动了 那爸爸抱好不好 不行 乖儿子 那我让走不动啊 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带孩子呢 才抱了五分钟就说抱不动啊 前面还有刀山火海等着你呢 宝宝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璇璇 听见没有 这就是你亲爹说的话 他就想把你放在外公家里 一点都不想把你接回来 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所以呢 你拿以后等他老了呀 走不动了呢 你可别给他养老 干吗呢 脚搏我们父子感情是吧 老婆 我是为你好 璇璇她 她喜欢黏着你 累得可是你 不是我 那我不管 我今天就是拖 我也要把我儿子拖回家 妈妈 那你就快点给我拖回家呀 我现在就拖你回家 你个小样子 走 你们母子慢慢脱吧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余剧人 你见死不救是吧 你等着瞧啊 拜拜 你见死不救 我先走了 别走 爸爸 我做一个小型子 把我捡起来 现在就交吧 你知道吗 你干吗 你干嘛 哎呀 可是 要是房子租到我爸妈那边呢 我们上班可就远了 再说了 他们那边一年三百六五天 天天都在堵车 这小区的车位 比我们小区还要紧张 老婆 有没有考虑给我买房 考虑是考虑过 但是我们首付的钱都不够 首付不够 那我们就去跟少杰借点嘛 有些东西呢 如果现在不努力 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你现在首付要是问少杰借 那我们往后还有贷款呢 我们这样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今天我跟郭永贵见面 他鼓励我买房 他告诉我 在这个社会有时候负债率呢 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能力 一个人负债越多 就证明这个人对自己越有信心 觉得自己 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还清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肯负债 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啊 老婆 你啊 你对我们的未来有没有信心 总的来说有 那就买 相信我 我不会让我的老婆孩子 一辈子一辈子跟着吃苦的 好吧 那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我们就拼一把 我帮你洗 我帮你洗 行了 你别沾手了 没事 一起洗吧 老大小小姐 axes ć快点 董老师 董老师 能跟您说句话吗 可以 config 您好 杨舍 어려 devi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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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谢谢老师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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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这儿说吧 佟老师 昨天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多多跟我说 他想把我的一条项链送给你 作为生日礼物 什么意思 他跟我说你曾经跟他说过 这条项链很好看 而且跟他暗示过 你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多多妈妈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我夸你的项链好看 只是跟多多随口闲聊 我们幼儿园有明确的规定 不能收受孩子和家长的礼物 尤其是贵重的礼物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至于我的生日 这也是多多主动问起 我才告诉她的 那看来我是误会了 还有一件事情 最近多多回家 她的情绪很不稳定 而且对我的态度也很不好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一个做家长的心 我知道你很疼爱多多 她也对你很有依赖性 很喜欢你 但是毕竟我才是她的妈妈 我也希望咱们幼儿园 对孩子有正向 对父母的教育 也希望你和多多 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我们多照顾孩子的家长 有很多 让我们离孩子远一点的 您是第一个 多多妈妈 我不知道您和多多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让您有这样的想法 我只想说 孩子的感情世界是透明的 她靠近一个人 远离一个人 都会有她自己的原因 我希望您能好好 想想我说的话 我先去忙了 走吧 少姐 这边离民政局挺近的 要不然我们去把婚给付了吧 今天 不行 你看公司忙着呢 我走不开 改天吧 很快的 少姐 喂 喂 朱棣姐 洪小姐画廊的活动策划案 我已经写好了 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您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等一下我就发给各大媒体了 好的 我一会儿看一下 好 对了 咱俩之前在法国度蜜月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那条领带呢 我怎么找不着了 哪条领带 就是蓝色的那条啊 我送给你的 蓝色的那条 你之前一直戴着的 对对对 我想想 好像有次吃饭 我就吐一身 好像把领带弄脏了 我应该是 给那谁凯文还是小赵 去 去洗了吧 我回头找找 真行 我送给你的东西都弄丢了 你一整天怎么了 你 prim 哈哈 给我 水 settings 你进来一下 Lia実 Davidson 你进来一下 姐 怎么了 是活动思考有问题吗 这红小米什么背景啊 姐 这个你算问对人了 这个红小米啊 不简单 是吗 我说来听听 有人说他的男朋友 是著名画家葛明 那个时候 葛明不是跟 纽约的一家设计师公司 设计了一款围巾吗 全球限量一百条 他就有一条 所以我想这两个人的关系 不仅是设计师 跟画家的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 他是富二代 家里有钱 搞艺术呢 纯粹玩票 姐 你怎么突然关系 客户的八卦问题来了 不会是策划 还有什么问题吧 我们只有更加 全面地了解客户 才能够更加好的服务 与客户 对吗 对 那姐 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好的 好 还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你你这只能够更加好的服务 你这只能够更加好 你这只能够更加好的服务 你这只能够更加好 你这只能够更加好 那你们先聊 我在约 走了 他今天过来是蹭饭的 你是主角 好吧 坐下 你有什么事情啊 今天 要不你们先聊 我去补个妆 好 小心一点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像你看到的 我们在一起了 你这样对得请进老婆吗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没有老婆 好不好 我离婚了 那是假离婚 你现在是假行真做 帅哥 不是假的 在我这边没有假的 从来都不是假的 兄弟 我不跟你 我不跟你说这些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情 说吧 我准备买房子 本来想跟你借钱的 没问题啊 你差不多 二十万以内 我三天到账 不过现在改变主意了 因为我向你借了钱 我还要帮你保守秘密 我过不了自己这关 那你的房款怎么办呢 就算我去借高利贷 我也不会向你借 你问高利贷借 你是不是傻 我知道啊你 你要保守秘密是吧 对不起 我给你多加一百万 我谢谢你 你出去宣传 我跟洪小米好了好不好 我现在是离婚的状态 我跟洪小米谈恋爱 天经地义 很正常啊 没有问题的 我明白 朱迪让你离婚 是她做得不好 你生气我也可以理解 那你可以教育教育她 批评批评批她就好了吗 你这样 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你洗脑这一套对不起 用在你老婆身上 用在我身上 不作笑的 不好意思啊 你不会真的想娶洪小米吧 我跟你说啊 如果你真的娶她呢 我老婆肯定会让我 跟你绝交的 朋友都没法做 告诉你 好了 安啦 我肯娶人家 人家不一定跟我 人家九零后玩得 比我们开多了 我们都是老古董了 放心吧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的了 对啊 你们商量好了吗 好了好了 我们待会儿吃什么呀 吃什么的你想吃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行 再联系 你没吃饭哪 拜拜 没吃饭 注意安全哦 我会 没事吧 没事啊 那我们继续喝吧 喝酒 有没有做好 不知道 咱们就是你 你伤扬不羞 你准备的时候 你够帅 ụ个人就是了吧 那欢喜 你来了 吃饭 你吃饭 你吃饭 好 你吃饭 你吃饭 走吧 我打算了 来 来来来 你坐下 坐下 你坐下 我有事和你 什么事 坐呀 你说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什么事 什么叫不知道什么事啊 余君 你不老实啊 我怎么不老实了吧 要不要我提醒你 你姐夫 老婆你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你知道我问你什么吗 我问你跟姐夫借了钱 借到了没有 这事我想过了 我想过了 我觉得到时候如果 钱万余真的不够的话呢 那我就跟我妈借就好了嘛 为什么呀 姐夫不敢借啊 不会吧 我姐前阵子还跟我炫耀说 姐夫年底分红小两百万呢 不会这么小气吧 不是 是 反正我觉得钱这种事情嘛 如果你要借还是跟自己人借 妈才是自己人嘛 对吧 这样才会 余志愿 怎么回事啊 慌慌张张吞吞吐吐吐 闪烁其词的 到底有什么事 我哪有慌 慌什么呀 还说没有 看你那样子就在慌张 还躲我 是不是少姐出什么事了 快说 老婆不是我说的 这件事跟我无关的 还真是出事了 说 好 什么 你说我姐夫和那个小三 已经明目张胆地住在一起了 这也太过分了 是啊 我都跟她说了 让她赶紧分嘛 但她不听 她说她现在已经离婚了 是单身 谈恋爱很正常 这事都怪你 谁啊 怎么又怪我呢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那个洪小米是你介绍给我姐夫认识的 你这条什么你知道吗 拉皮条的 那你还不说你怪你姐呢 如果当初不是你姐要做什么假离婚 少前会那么决绝吗 余志愿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我当初逼你离婚成功了 你也找个小三是气我 我怎么会一样呢 我道德感比她强多了我 不行 这事我得告诉我姐夫 老婆 这 这事你不能说的 那怎么着 你还要注重为虐是不是 不是 现在的情况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少杰跟洪小敏这个事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瞒着大家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根本就不怕你姐知道 她巴不得我告诉你 你告诉你姐 那要怎么办呀 那 那不能任由 任由我姐夫跟那小三乱搞吧 那 那是我姐夫 对对对对 以我的推断呢 我觉得少杰心中是有气的 如果硬来的话呢 可能会有反效果 这样吧 这段时间呢 你让你姐啊 尽量地多关心姐夫 怎么温柔怎么来 必须得让少杰的心软下来 那我这边呢 就一直观察少杰 一直盯着她 在旁边给她做思想工作 拯救失足中年 好吧 这话说得靠谱 那就先这么着吧 先原谅你 你将功补过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他的男朋友是著名画家葛明 那个时候葛明不是跟纽约的一家设计师公司设计了一款围巾吗 全球限量一百条 他就有一条 所以我想这两个人的关系不仅是设计师跟画家的关系 姐 早就到了 你眼色怎么这么难看呀 眼圈还这么红 你昨晚没休息好啊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睡好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八卦一下 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八卦 给你看样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因那天 醒来你温暖的一杯茶 我心开满了花 就因那天 泪如雨下你的拥抱 愿陪你走天涯 就因你眼中的温柔 慢慢是爱 原谅你不爱说话 就因你泥露花 你牵着我的手 路再远都不怕 这一生有你陪伴 有你待在身边 每天醒来都醒啊 这一生有你陪伴 幸福很简单 每天醒来都醒啊 这一生有你陪伴 有你待在身边 每天醒来都醒啊 这一生有你陪伴 幸福很简单 每天醒来都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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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陪伴 那你给你喝 来也会